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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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福建总兵马德公马大人 李大人 马大人 久仰久仰 久仰久仰 各位大人 这是我的小儿郑渡 郑渡参见各位大人 郑大人 你的大儿子郑成功怎么没来 皇上还要册封他呢 长子郑成功有急事在身吗 过几天就到 郑大人 请 请 对不起了 杨将军 福州城是兵马不得进入的 马大人 我郑志愿者 我郑之龙带几个家丁还不行吗 你可别忘了 一个月前 这福州城 可是我郑家的 那是 那是 都让他们进来吧 安排在兵营里歇息 郑大人 走 请 请 走 郑大人 请上座 拜见郑太师 拜见郑太师 好 好 饿了吧 不饿 再坚持一下 兄弟们都辛苦了 我来看望大家 这个 这个 兄弟们还没有用饭吧 把饭端上来 快点 往后走 往后走 不用了 我们备有干粮 都到了福州城 哪能还让兄弟们吃干粮呀 再这说了 太师爷刚接受了皇上的册封 我们啊 就是一家人了 来来来 吃吃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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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看来是不相信我马的功啊 看来是不相信我马的功啊 我马的功都吃了 兄弟们还怕什么呀 大家可以吃饭吃菜 但是不能喝酒 以免误事 好 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好 端过来端过来 好 端过来 快点 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 摄政王多少个人 差人送来密信 好 我们可以动手了 要不要跟叶大学士通通气 不必了 我们有摄政王的手艺 还怕什么 我现在已经把郑之龙的人马 悄悄地包围在兵营里 就是他们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 不过我担心闽江口郑之龙的战船 不怕 我们只要不惊动郑之龙的水师 他们从梦也想不到福州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立即调集兵马 把所有的火炮都对准郑家兵舰 记住 不得放一兵一卒进出 遵命 太师 末将已把庭院里里外外搜查干净 各处都布置好了港哨 五百壮士分三批轮值 其余的都驻扎在兵营 一旦有点风吹草动 立即赶来接应 你用什么办法和他们联络 我这铁哨子夜里能传到十里外 好 我还有战船停在闽江口 料他们也不敢耍什么花招 嗯 嗯 鸟 鸟 沈大人 郭兴隐 郭兴隐 沈大人 沈大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皇上呢 皇上呢 皇上他 皇上他怎么了 皇上他 被人杀了 皇上 先坐点歇会儿吧 你不歇一会儿 不用 你歇吧 郑公子 皇医师 柳媛媛 你们怎么在这里 填不住我呀 我上万壮士 在瓜州和清兵血战了二十多天 全都壮内殉国 鲜血把长江都染红了 这位是龙武朝的礼部尚书 沈全齐大人 来 拜见沈大人 柳姑娘 如果二位没有更好的打算 请你们和我一起回福建 共谋大意好吗 跟你回福建 黄医师 柳小姐 要不要和我回安平 二位自己决定吧 公子 我们和你走 圆圆 我们和他去福州做什么 我们要是依附了郑家 运血拼中的名声可都晚了 今后历史记住的是郑成功 不是黄爷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算计这些 要是黄医师真的计较名声 我可以让江湖替你散发英雄帖 宣扬你的美名吗 郑大公子 咱们志不同道不合 就此作别吧 黄爷 你干什么去啊 招兵买马赴大鸣 肝洒热血血春秋 要走你自己走吧 我和郑大公子一起走 你 你凭什么招兵买马 郑大公子有情有义 我是跟定了 去不去由你啊 好好好 千九大业 都被你的短视给毁了 好 来 干 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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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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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要变卦了 我大清一言九鼎 怎么能随意变卦呢 只是 郑大人没有消化 怎能应指接印呢 太师 你不能中了军兵的奸计啊 头可掉 头发不可掉啊 杨将军 既然有心归顺朝廷 连毛发都舍不得动 让大清 如何赐风啊 头发掉了 还可以长 头要是掉了 再想长出来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吧 你 大学士 你怎么不早说呢 郑大人也是大中大义之人 我是怕 没有铺垫 大人一时转不过弯来 大学士 你还不知道 我郑之龙的脾气吗 来吧 立即给我 剃发 义庄 他是 好 郑大人果然是爽快之人 今天你剃发义庄 明天是黄道极日 我要召集所有福州城的文武大远 来参加你的营赵接印 大典 国姓爷 小的已经召集了五十几名乡亲 都是壮劳力 国姓爷 小的已经联络了一百多个渔民 各个水性都很好啊 小的手头上也有三十多个 连我小舅子也跟我一道来投奔国姓爷了 太好了 各位壮士 请到里边用饭吧 我们都吃过了 年轻人跳一沟吃三欧 走了这么远的路早该饿了 我都吩咐厨房准备好了 快趁热吃吧 大家别客气了 快进去用饭吧 来来来 多谢国姓 请 多谢国姓爷 国姓爷 不好了 李帅太可能要对太师动手啊 什么 多尔滚给李帅太下了密诏 命令帅太将太师押往北京 太师现在怎么样 清兵还没有动手 但太师带去的人马太少 公马难以抵抗 我们必须召集人马 去佛州和你三处会合 营救太师 多尔 多尔 父亲 你 多尔 为父穿上大清的官服 你就认不出我了 我 我是不认识剃了头的父亲了 怎么 是不是有点怪 要封侯禁决 掉点头发算什么 父亲 你以前不是告诉我 如毛银血 杀自己的父母 见自己的姐妹的畜生 才剃头吗 胡说 那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你现在啊 也得马上把头发剃了 我不剃 我不剃 都尔 不许胡闹 封筹 我要封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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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怎么了 毒蛇 毒蛇咬了我 你 要干嘛 忍着点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你忍着点 要不你就没命了 小姑娘 这伤口有毒 你会被毒死的 我从小就和毒蛇在一起 我比他们还毒呢 来 来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 谢谢 谢谢你 你救了我的命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 我有中国话老师 你想学荷兰话 我也可以来做你的老师 学荷兰话有什么用 你叫什么名字 凯因 那你多大了 肯定比你大 亲爱的凯因 那我们做姐妹吧 按我们高山族人的风俗 好 我的身体里有了你的血 我们就已经是姐妹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有了一个姐姐 那我请你去看总督府 好吗 好啊 走 走 哥哥 这是我高山族的姐姐凯因 好 好 好 哥哥 你知道吗 我今天被毒蛇咬了 什么 在这儿呢 快 我带你看衣进去 看把你吓得 凯因早就给我治好了 你会治病 你放心吧 我已经把她的毒血 全洗干净了 真了不起 凯因姑娘 哥啊 你知道吗 凯因的阿爹 是高山族的长老呢 是卡麦长老吗 是啊 他是我阿爹 姐姐 你知道吗 我哥是荷兰王国的台湾总督 还没有正式就职呢 现在只是总督助理 总督一定是比我阿爹还大的官吧 没有 没有你阿爹达 我这个官只能管我们何来人 凯因 我带你到我的房间去玩玩 好 我们走了 好 弟子自幼读圣贤之书 明白读书人应以天下为己任 奉太平之事 当秦读世书济世救命 奉动乱之秋 则应投笔从容 京中报国 今天 清兵且提践踏神州 荷兰红毛盘踞台湾 山河破碎外衣横行 生灵涂炭百姓遭殃 好 弟子如果再如今如福 安坐书房 一 对不起县世 二 有负于皇上 我郑成功今天决心分烧庆意 弃文从武 杀尽达鲁驱逐何疑 慷慨赴死 鸿鸿天道 快 直接靠上郑之魁的帅船 是 是 三叔 生儿 你来做什么 李帅太要信我父亲上北京 快发兵攻打福州 你听谁说的 李老爸 明天就要接受皇上册封了 这个时候坏了他的好事 清兵不要我的脑袋 你老爸也会要我的脑袋 三叔你听我的 出了事我担着 听你的 那还要我挣直魁 统领水师干什么 三叔 我父亲有什么不测 你可要负责任的 僧儿 你父亲亲口告诉过我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也不能调动水师 四叔 你会后悔的 开船 李总组 你会再避兵 我说话 我已经不得了 那是 我参加 我两个都没了 你都要虎尸 好 你能不能ald 不要 和郑之龙 总督大人放心 末将明白 明天一早立即携失郑之龙北上 记住一定要走陆路 避开郑家的水师 我计划兵分五路 各以五千骑兵加送 保证万无一失 好 大学士神机妙算 我郑之龙自愧不如啊 其实 我也并不精于算计 只是略微懂一点重视而不重力 我的白子后世绵绵 饶你多占几个官子 也难撼动大局啊 有动力快起来 放下武器免你们不死 殿兄们 合请米联了 联了 放箭 给我揽住 快 抬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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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套了 清兵杀进来了 我的三千精兵呢 不清楚 现在还没有来接应呢 那赶快到闽江口 联络水师啊 兄弟无礼 滚 给我滚 滚呀 快点住 好 你设法逃回安平 告诉大公子 郑家军一定不可散去 那样我老夫还有 一线生存的希望 莫家记住了 让开让开 让开 都让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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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这个 真是我大半个郑家军 把门给我撞开 是 民族 带是我 谁也逃不了 末将愿意独自逃生啊 混账东西 只有你逃出去 老夫才有东山在一起的机会 太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废话 快走 太师 你快走啊 快走 开门 快 让我射 李总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大人息怒 在下是奉旨恭请郑之龙大人上北京 奉旨 奉旨送郑大人进京 我怎么不知道啊 在下怎敢假冒圣旨 叶大人好好看看 这可是摄政王多儿滚的亲笔赎信 郑大人 请吧 原来如此 清老夫上北京 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 福建出定境内不太安宁 我怕沿途有失 所以派兵护送大人进京 若今觐见皇上 乃是我郑之龙梦寐以求之事 只是 李总督以这样的方式请我进京 只怕会引起我的长子郑成功的误会吧 他可非巡抚之辈 一旦他闹腾起来 那可就不好办了 郑之龙 你可别吓唬我们 老子正张开口袋等着郑成功呢 李总督 这样做事 会失信于天驾 我只知奉旨行事 管不了那么多 你 郑大人 请 郑大师 请 请 请太师上车 父亲 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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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怕 渡尔 我怕 渡尔 不怕 渡尔 不怕 刘尔 大学师 太师 我 我 她 太师 离开 小心 快 快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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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飓户好轿吧 谁不敢让强暴得手 杀 杀 川儿 不要管我 快回去召开这个家军 给我杀 川儿 够热的 老子跟你们拼了 快 李总督 怎么回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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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 快走 不要管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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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槿衣 快走 我要救我父亲 该父都来不及了 给我杀 作主正强东者 想一五百两 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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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银五百两 他妈的 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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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周叔 国 bend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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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上 快走 怎么办 开 上 我撞 来 来了 踩开 上 走 开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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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马拉的 给我上 上嘛 起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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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欣姨 弟兄们支撑不了蹲九 快撤 护手护起快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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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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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人呢 杨将军 快喝完酒 不弄好身子 杨将军 杨将军 太师怎么了 太师北里却太挟持了 正要被押往北京 我们马上冲过敏江口 杀进福州城 营救太师 晚了就来不及了 太师有什么交代吗 太师根本来不及交代 我们必须赶快杀进福州 与满清决一死战 满清在敏江口布防了重炮 这时候硬拼弄不好 会全军覆没 好 你不去 我去 为了救太师 就是把水师全拼光了 也要闯敏江口 杨将军 你还是先坐下 现在水师 你不归你指挥了 什么 你忘了 我杨戏 是水师统领 是你忘了吧 这次行动 水师由我郑之魁掌管 你的任务是 跟随太师保护太师 郑将军 抗清义士黄炎求见 什么抗清义士 没空见他 参见郑将军 黄炎愿随郑将军赴汤蹈火 扫荡清兵 小女柳炎愿 也愿随郑将军赴汤蹈火 你们这堆英雄美人 又想唱什么双簧啊 在我郑之魁面前 就别做五千两黄金的美梦了 告诉你们 我连一个铜钱 也不会拿出来赏给你们的 郑将军 柳小姐也是 身名大义的金国英雄 柳小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是别的烟花女子 豁不出来就是了 郑将军 既然你讲的话荒唐可笑 无力蛮横 但是为了大业 我黄炎不和你计较 眼下正是郑将军 建立千秋功业的时候 在下恳请将军 发兵闽江口 踏平福州城 鸡不可施啊 好 黄义士果然英雄 现在我们不与清兵 真刀真枪干一场 岂不辱没了我郑家军水师的名声 秀要多言 现在郑家军水师由我说了算 好 黄义士啊 你该走了 送客 是 走 去 郑将军可否送我上甲板 黄炎使得郑将军乃盖世英才 我有一计向给将军 将军如不采纳 黄炎愿投海殉国 好 我给你个机会 走吧 感谢该帮弟子相救 刚才若不是众位兄弟帮忙 我郑成功恐怕已经命丧黄泉 国际也是吉人天相 肩负洪富天道的众人 哪有丧命黄泉之忧啊 陈帮主 我和兄弟们一样也是血肉之躯 陈帮主为了救我 损失了不少弟兄 如此大的情义我如何报答呢 郭西叶如果想报答 是清开了我们之间的情分 弟兄们 立即护送黄炎前往闽江口 是 汪将军火速率水师强渡闽江口 发兵辅助成黄炎愿走先锋 你是不是把老子当作你公民钓鱼的玩物了 什么狗屁计谋 我看呢 你还是下海迅国军吧 郑姐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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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听我把话说完吗 讲 现在太师在福州城被清兵挟持 郑家军根本就无力相救 纵然你水师强渡闽江口 也会被李帅太的重炮轰得片甲不留 你他们明明知道还唆使老子去发兵啊 但是将军我问 回去以后水师该谁掌管 当然是水师统领杨絮了 老子的兵马都他们在厦门呢 郑家军一旦没了郑之龙 群龙无首分分离析 而这个时候谁能控制大局 完全在于手中的实力 将军最清楚不过 郑家军之所以能与清兵抗衡 依靠的就是强大的水师 如今让水师拼个元气大伤 那郑家军中最有发言权的就不是杨絮 而是将军你了 到那个时候 你既落下个为救太师而拼命的好名声 又能够借助清兵的力量削弱杨絮的实力 明日的郑家军 无论是拥兵自重的杨絮 还是血气方刚的郑成功 都要眼睁睁地听将军你的摆布 将军 你现在还要把我黄炎扔进海里去吗 好 命令各传 生犯 马上向敏江口靠汗 马上向敏江口靠汗 出来 他妈的 快点 给我开跑 太好了 我们的水师开始攻打福州城了 这下父亲有救了 郑之魁这一招可真毒了 请国企业马上制止郑之魁 攻打福州城 迅速带大军南下 为什么 现在父亲还在福州城内 只要有一线希望 也应该把他救出来 李帅太魏这次行动费尽心机 清兵准备得非常充分 何况民间口已经被封锁了 水师此时去挑战 结果就是全军覆灭 在下猜测 郑之魁是想 快说 我估计郑之魁是想借清兵之手 除掉水师 独揽郑家军的大权 清兵的炮火很猛 只要冲过去怕伤亡会很大 杨将军你是怎么了 你不是嚷嚷着要去救太师吗 怎么现在害怕了 谁说我害怕了 我跟随太师几十年 太师对我轻入兄长 为救太师 我赴汤倒火都不怕 我看哪 将军 我看李帅太不过是白白场面 我们不要再考虑那么多了 冲过去 传我的命令 全速前进 看 我姓爷 快 往那边划 多谢陈帮主提醒 我会尽力阻止三叔 但万一局面失控 我就会杀了他 杀了你三叔 对 三叔和我父亲一样 都是经过风雨 见过世面的心如磐石之族 如果今天我控制不了他的话 我宁愿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快下去 快 三叔 立刻掉头南下 南下 太师被掳命在旦夕 咱们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把太师救出来 三叔何时变得这样忠心呢 你恐怕是想借清兵之手 除起杨家军的水师 篡夺郑家军的兵权吧 森儿 你这个逆子 不去救你父亲 反而诬陷你三叔 我先宰了你再说 别动 你臭娇花子 敢在我面前逞兄 来人哪 在 把他给我绑起来 是 推下去 国姓爷是太师的长子 要不要去救太师 应该由国姓爷来决定 攻打福州 为时已晚 太师已经被清兵押上路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保存实力与清兵抗衡 只要我大军还在 清廷不敢对我父亲轻举妄动 太师真被掳去北京 谁还能震得住郑家军 太师虽然去了北京 可他的儿子郑成功还在 哈哈哈哈 森儿 说你手无腹肌之力 有点难听 你呀 也就耍耍笔杆子吧 好好好 通知船队 转向南下 阳光沙滩这样亲密 越走越近 想着心中回忆的你 走上前去把你 静静拥在怀里 擦干你的泪水 说清千言万语 了开你的长发 敬叹你的美丽 你呀 忘掉所有的不幸 把欢乐洒满天地 敬开你的胸心 让我们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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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тоб diz 越走越近 你拥在怀里 愈走越近 帮你拥在怀里 就让我们� seize 就让我们永 再丒度 敌 saben engel等等 福 sant 就让我们 融在一起 益人 硬 universities 플坊 Kel quello你 Do 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